美好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 求神光照我们的心 天父上帝 我们读了你的话 我们是没有满足的 除非你用你的灵光照我们的心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出伯 来说话 来光照 主啊 求你今天 让我们在高举你的话语的时候 你也让圣灵在我们当中 能够大大的运行 叫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 都能够在你圣灵的光照之下 领受的不只是人的话语 不是听见人的声音 来是领受你的真理 听得见圣灵向我们说话 感谢你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今天这个主题是说 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隐形 刚才大家读经文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有机会再看一次经文 你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保罗讲这个经文的时候 实际上 为什么要提这个呢 因为我们读圣经 有时候跳过了一些 在神看来可能是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看来可能是重要的东西 那我今天特别在这里提醒你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 你看到今天读的经文 你注意到保罗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他的语气是非常沉重的 有注意到吗 你有注意到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心中的负担是非常大的 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保罗说我求你们 然后保罗说我劝你们 然后保罗说我靠耶稣基督的名 当然圣经光照你的心 这个求 以拉托尔是慎重的请求 我不知道你读经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保罗在这个时候 他是多少岁 一个疯尘破破的一个神的仆人 向着成立了三个礼拜的教会 后来离开 但是写信给他们 劝勉他们的时候 保罗用到我请求 以拉托尔是请求的意思 你什么时候有请求过来呢 假如你用过请求的这个字眼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你的心是非常沉重的 你是非常肯劝 然后劝呢 巴勒克六尔的意思是 非常强烈的 一种劝勉 我现在不是跟你讲原文啊 我是觉得这两个字呢 去看清楚里面 还有更深的含义吗 原来劝是说 我强烈的劝你们 假如今天有人强烈的劝你们 你要注意神像你说的是什么东西 保罗在这里是这样 他说我靠耶稣基督的名 靠耶稣的名是什么呢 靠耶稣基督的名就是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啊 什么时候奉耶稣的名啊 赶鬼的时候才奉耶稣的名啊 什么时候奉耶稣的名啊 趁着之病的时候奉主的名 什么时候奉主的名啊 看邪灵的时候奉主的名 保罗用到这些沉重的字眼 你知道他在讲非常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说这是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做到 不能有差错 他在讲什么呢 他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允形 他讲的就是这个事情 Amen 是吗 我们在这里来看见 一是保罗对着神的百姓这样讲 我预备的时候我想到 保罗也是神的百姓 保罗也是用这样的话对你们讲的 你们要按做神的旨意 成为圣洁远避允形 可能以前有人做不到 但是以后靠着主 你可以做到 因为照当时的社会的风气 社会的败坏 道德的沦落 为什么会 保罗要讲得这么沉重呢 是当时社会的问题来的 因为当时整个罗马帝国 拜的宗教 就是叫亚迪米神 历史家指出来 罗马帝国到处都有罗马 这个亚迪米庙 大的亚迪米庙 动不动有上千的 男的 祭司 女的祭司 但是当时的历史家指出来 这些所谓男祭司 女祭司 上千的这些人物 就是等于我们今天讲的 俱女跟男唱 为什么庙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呢 原来是他们的拜宗教的仪式 来拜的人 男的你就跟那个女的祭司 交合成为仪式 拜亚迪米神 女的来到 你就跟男祭司交合 作为一整仪式 来拜亚迪米这个神 什么是亚迪米神 请你们去看 一些图像写亚迪米庙 亚迪米神 你就看出来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我今天不要形容这个神 但是呢 当时呢 有这样的余生 每一间大庙都有上千上千的 然后当时的 希腊哲学的思想是什么呢 当时有罗斯提主义 还有其他的 希腊哲学的派遍 那个叫做大有学问的人的主张 主张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放纵肉体 不会影响到你的灵魂 我讲得明白吗 明白吗 放纵你的肉体 不会影响你的灵魂 是当时哲学重要的思想 假如宗教这么大影响力 哲学这么大影响力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会受什么影响呢 这都是历史讲出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你可以看见 罗马帝国的伦理 道德非常的低落 但是他们的武功 他们的经济 他们的 各方面的东西很强 可是罗马帝国一夜之间就灭亡 为什么 因为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 道德伦理的败坏 这些请你们去看历史 当时一个女人结婚七八次 一个男人结婚十几次 西塞罗说 当时的人把私生子 或者看为不好看的孩子 都丢到水溝去 丢到水溝去 当时分外情 同性恋 各种放纵的东西 罗马书第一章 写得很清楚 不必去找历史 找你手上的圣经 罗马书第一章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以为保罗在那边 讲很多什么吸引人的东西 实际上是在讲 当时的历史 社会现象 回去看罗马书第一章 有人指出 今天的人生道德标准 也是很低的 我们今天你看见 分外情同性恋 色情网络 非常大的感染诱惑 你不信主 或者你信主 你都在集中 可能会因为这些事情跌倒 可能因为这些事情 渐渐败坏 或者渐渐被扶持 你的心灵 跟你的心思意念 这样会带来什么呢 你会看见 很严重影响 我们今天的社会 各样各方面 可能会伤害你的家庭 破坏你的人格 坏坏你的工作 伤害你的前途 伤害你的健康 弄坏你的人生 基督徒来讲 我们更是知道 这样的东西 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 但保罗说 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 有属灵的生命 跟着我讲 我有属灵的生命 因为我信主 我有永生 保罗讲的 他说 我们有神的真理 有好的价值观 我们有信心 爱心 还有什么 盼望 你的重要的价值观 然后有圣灵的引导和力量 我们可以拒绝邪恶 可以靠着主 胜过这些人生的先进 帮助自己和身边的人 建立建造一个健康的人生 今天是为了人生健康吗 保罗提醒我们 你要胜过 淫乱 成为性圣洁 他会提醒我们 至少有四方面 下一条 请 第一 保罗说 第一 你要小心环境 你要小心环境的先进 保守自己警醒的避开 我再读一次 你要小心环境的先进 保守自己警醒的避开 这个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当你明明知道 淫乱 色情 不是神所喜悦的 并且会带给你和你的家庭 跟你身边周围 还有你的前途 都有很大的伤害的时候 是你不应该做的 你要避开 你要避开 避开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你以为避开 是基督徒专有的吗 不是啊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人生里面常常看见很多事情 你不得不避开 为什么呢 有很多事情是你不应该做的 你看见吗 你要避开毒品 你要避开吸烟 你要避开酗酒 你要避开赌博 你要避开走接近去发财 你要避开不肯饶恕人 进入这个苦毒的心灵 要不要避开啊 这个事情 要不要避开啊 要 你们当中有人心中很苦毒吗 是因为不肯饶恕啊 是因为埋怨啊 来到苦毒的地步 已经是非常不好 是基督徒要避开的 非常要避开 你不得避都要避 然后你看到 有小到很小的东西 要不要避开太甜啊 要不要避开太 咸啊 要不要避开太油啊 要 要不要避开穿衣服 不要太暴露啊 女孩子太业了 不要走在一个人 不要走在街上啊 要不要避开啊 难的呢 同样要避开啊 你看到人生里面啊 圣经说叫你避开 你不要以为 不停消极的 什么基督徒不准我们 这样不准我们 不准那样 我告诉你 人生里面有古老许多的智慧 从古时到现在 都告诉你有些事情 请你用人生的智慧 去避开啊 但是假如你有信靠主 有属天的智慧 加给你更高层次的智慧 你甚至连这些淫乱 那些邪恶黑暗 非常苦度的事情 都可以避开 阿里路亚 我们说 这里说远离淫乱 是什么意思 远离原文的意思是避开 或者是隔绝 隔开它 隔开它 你要避开 隔开它 隔远一点的意思 你们当中有些人 可能正在让邪灵 或者是淫乱 或者是不当的 这些不好的 这些习惯 正在越来越靠近你 越来越靠近你 你不是让它 越离你越远 有没有这样的人 请你赶快悔改 不要在我们面前悔改 不要在人面前悔改 请你到上帝面前 去好好悔改 好 叫上帝 能够在你身上做工 我们看见大卫王 当他统一 有以色列国 有统一有大国的时候 那个是人生非常飞煌的时候 但是有一天外邦的军王来打他 他就派他很强的军队就出去了 打仗 他自己在王宫里面睡觉睡到 日头平息啊 然后起来无所事事在王宫的天台上走来走去 突然看见对面的楼上有一个女人在那里洗澡 这个时候的大卫 他应该把他的头 死死的把他 挨过来 是不是 这个叫避开嘛 可是不是啊 他死死把他的头 这样 然后把他的头 这个是大卫啊 然后 他就派人去 问对面的女人 是怎么样的 人就去了 说 这个是你的一个将军啊 他去了前线打仗 这个是他太太 一个人在家 然后大卫就有第二 把他叫来王宫 叫来王宫的时候 就用王的那个形象等等 使他这个女人心里很乱 第三 他就 给他制造了 跟他 他看见这个女人 非常的美貌 大卫心中方当 肉体的情欲 方众 然后看看 四下无人 他就 冲动 越陷越深 这个提醒我们呢 什么呢 这个提醒我们 今天当你成功的时候 你要小心 当你 被打击的时候 心情低落的时候 请你 更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你今天面对的工作的压力 工作自己的成功 或者许多幻想 然后 你 到某一个地步 在压力底下 你觉得我要轻松一下 那么 可能呢 你就 就要注意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试探的开始 可能你这个时候拿出你的手机来 画一下看东西看东西看东西 突然跳出 的东西来 事情的东西来 你看了 因为你那个时候 心情是很 放松的 又看一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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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遮 可能从那个点开始 就成为你以后神圣试探的一个大的陷阱 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人你的头脑是可以思考东西 但是医学者告诉你 真正决定情感跟医治决定的是在你的心里面 我今天不详细讲这个 你去YouTube那边看人的心脏的作用 你就知道人的心脏比你的脑更重要 因为它是决定事情的 你的医治 你受感动要信酒是心不是脑 假如你用脑的话 跟我们传父音的人变得要死 是不是 但是用心感受的时候呢 又另外一回事啊 然后呢 就是这样 然后呢 你的这个 然后呢 心是决定 重要的决定的地方 然后圣经说心是主宰人生 假如坏了你的心思 你的人生一切也受影响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得太快 我再讲一次啊 坏了你的心思啊 你的人生一切更加坏 假如你的心思是好的 你的人生一切也会看见美好的果效会出来 所以 第一要小心什么呢 第一 小心你的肉体 因为他喜欢跟罪 撒旦 以及黑暗的事情合作 跟着我慢慢讲这句话 小心我的肉体 我问你肉体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这品 跟着我讲 这品 就是这个 对 再多都不会讲啊 是吗 是 就是这个 这个还没有信主之前 是这个 信了主以后 除非你回天家他才改变 不然的话 你带着这个肉身的身体 在这个时刻呢 你信了主 你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人 跟着我这样做 我里面有属灵的人 他要越来越强壮 他就控制我的身体 他就控制我的身体 他就不能够行 他就不能够行 神不喜悦的事情 神不喜悦的事情 我讲的明白吗 明白 其实我应该问你 你听的明白吗 没有礼貌 我倒过来 我讲的明白吗 讲的明白就是明白了 是吗 你看到吗 你自己要好好追求 第二 要小心你的闲当 这是你闲当的时间 大卫城成功的时候 他非常闲当 是他暖落的时候 咸淡 不是咸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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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淡是脚活用的 咸淡是用来吃的 咸淡是撒旦跟罪恶吃的 你要小心你的闲当 当你成功的时候 当你很有钱的时候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当你软热的时候 当你在低沉的时候 fustration的时候 当你感觉到你很高昂的时候 然后小心咸淡出现 第三 小心你的气质 为什么小心你的气质呢 这是另外的东西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大卫的case里面 你可以看见 大卫是一个多血质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憧憬的人 是不是 可是多血质的人 他也是非常冲动的人 你看到吗 多血质有优点有缺点 我不详细讲 这个你们自己去看 然后 胆子 这的人呢 是什么呢 他是有非常坚定的 做事情非常坚定的 他是常常做领袖的 但是呢 这种人也非常会 自满 跟鲁莽 然后呢 你看到那个 年一致的人 很喜欢跟你随和跟你讲话 欺买的 很喜欢跟你买对 欺的 这种人呢 是叫做很随和的 但是 也可能很懒散的 你看那个优点跟缺点吗 然后呢 一致的人 其实是叫做黑胆子 黑胆子的人呢 他是对事情非常敏感的 非常敏感的 把事情讲到 想到不知道哪里敏感到哪里 人家都没有这个意思 然后这样来的话 他就变成 敏感 然后他就很情绪 这个可能会伤害自己的 你看到吗 你小心你的气质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气质 回去 再看YouTube 人生气质 四种 属灵气质 可找更详细的讲 我只要 不过是讲两 一样讲两个 一样讲两个东西而已 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我是跟你讲 会成为 这个 跌落先进的 这个原因啊 就是你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呢 求主坚定发展我的优点 减少我的弱点 在神面前祷告 今天的信息可能给你 找到一些你为自己祷告的点 第二 第二 不要听随从撒旦的吹花 不要随从撒旦的吹花 哥伦格前说第七章 第五节说 免得撒旦趁你们 情不自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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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诱你们 你不要说撒旦啊 引诱我 都是撒旦引诱我 但是圣经在前面说 是你 没有保守自己的心 情不自禁 然后留地步 给撒旦 来引诱你 是不是啊 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啊 看到吗 是这样啊 这里指的很清楚 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求主恩代啊 引诱呢 引诱的原文啊 实际上是testing的意思啊 或者是 Peraso Peraso是 其实试探的意思啊 试探的意思 但是呢 在这里呢 保罗是讲 是用一个这个 这个是现代进行式的意思说 撒旦做这个事情呢 现在也正在进行里面 他从来没有停过这个事情 是这个 现在继续不断的 就找机会来试探你 那么你所以呢 你会要很注意啊 我们今天讲这个 你会想到 神创造性的这个事情 性的本能是上帝创造的 为什么呢 使人类可以延续后大爱 使人得的快乐 使丈夫和妻子 可以互相表达爱意 但是为了不伤害自己 不伤害家庭 也不伤害与神的关系 性必须限制在婚姻关系之内 这个是抄来了 撒旦怎么吹话你呢 常常用那一句话 一直到现在都很流行的 人人都这样做 你不必在意啊 是不是啊 人人都这样做 你不必在意啊 这个是撒旦的催化 彼得全书第五章第八节说 你们要抵挡撒旦 他就必定逃跑 我在这个事情里面 是的 人人都这样 你何必在意 但是圣灵在意 神在意 我里面属灵的生命在意 彼得告诉你 你要抵挡撒旦 他就必定逃跑了 跟着我讲这句话 我们 抵挡撒旦 他就必定逃跑了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 现在你看啊 你们当中还有人戴口罩啊 意思说我们整个空气里面都会有细菌 可是现在的细菌 没有以前Covid的早期的细菌这么厉害 其实都有的 除了Covid的那个菌 已经没落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菌被各种的这个疫苗打到它 变得没有什么力了 所以它现在变得普通的流感 但是还在的 除了这个在我们的空气里面 还有没有别的细菌也在这个空气里面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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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今夜了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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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有吗 有 看不见 那为什么你没有 因为有失菌你就生病了 因为你里面有抵抗力 你有另外的生命 保罗讲的就是这个 我们里面有属灵的属天的这些东西 我们所以能够抵挡 那在这里呢 利拉瑞就告诉我们有时候你的责任啊 你要抵挡啊 你要抵挡啊 是吧 好 这个一定要大家读了 读了 你讲完到以后 你拿这个powerful 就不接断了回去啊 自己想办法怎么拿到 一起大声来都 一二三 你正与情欲争战吗 你知道这是情欲 因为你花很多时间去想象 你以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你正处在试探 正战争 神魔鬼和你都看见你的反应 要停一下了 哇 这么厉害啊 神要抬头 鬼要抬头 雷要抬头 是不是啊 真实的世界是不是这样 真的 真的 是吧 OK 下面的要 手练的大声一点 一二三 你可以用正确的方式 回应 要捆绑你生命的灵说 情欲 你不是我的主 耶稣是我的主 你无法挟制我 耶稣是我的主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趁着你 叮当你 这个是初步的了 假如灵性稍微好的弟兄姐妹呢 可能还会加到 我是让耶稣基督的圣洁光明 他的主权在我里面 掌管我的信誓意念 假如加上这一句 那表示你有进步了 只是这个呢 这个是可以把撒旦 魔鬼的死探 挡了出去了 挡了出去了 挡了七个出去了 一个出去 两个出去 三个出去 五个出去 六个出去 七个出去 圣经说 你里面的心 搞得是空空荡荡的 好不好 然后那些出去的 会怎么样啊 会带更多朋友回来 更厉害的朋友回来 你什么都懂啊 假如大家都这样懂的话 不必讲那么长了 是吗 没有办法 你要请你们忍耐一点 忍耐一点 就是这个 我要记住这个 历来历的 然后这些方面 我简单的讲这些方面 这些方面 你要认真遵行神的旨意和命令 假如你越有神的话在你心中 那么你就越有力量 能够得胜这些的试探 这里保罗说 我已经求你们怎么样怎么样 叫你们更加勉励啊 中间这一行说更加勉励 更加勉励 原文的意思是说 你要更加努力的意思啊 你不要以为我信了主 我就可以了 不是 有一部分 要你在神的真理上长进 让你属灵生命长大 这个你要跟什么 这个叫做更加勉励 原文是更加努力 你们晓得我们主耶稣给你们什么命令 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好 这里又讲命令 这里又讲神的旨意 你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些呢 你最好多想一点好了 我也有多想啊 但是我坦白讲 我真的是要人文圣经 来看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又讲旨意又想命令呢 因为你看得出来里面是有一点不同的 旨意是神最希望的事情 然后圣经有九次讲神的旨意 每一次都带着祝福 听得明白吗 神的旨意通常带着祝福 然后命令是什么呢 命令是人必须遵守的法则 常常说明白 能有这人在其中遵行 简经家说 圣洁是基督徒最优先的品格 Holiness is a Christian's top priority 圣洁 圣洁 一个首相走路没有品格 他一定是贪污滥权 失败的首相 一个医生没有品格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 一对夫妇 一对夫妇没有品格 不是真的父母 神重视你圣洁的品格 为什么 因为他要伺服你 他要使用你 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将军啊 超连了回来以后 口罕 他就进到他的客厅里面 拿起一个金的杯 他一看把它放在旁边 他拿起一个银的杯 一看放在旁边 他拿起一个木的杯 一看 他就用这个木的杯 渗水喝了 你是金杯 银杯 还是木杯 不要整天看我 我有很多钱 我有很多学位 神才用我 但神的眼光不是这样啊 你不要说我要在教会里面做主席 神才用我 跟有些人说 我要站讲台讲道 神才用我 你来站讲台啊 你装备你自己啊 你可以的 但请你装备啊 是吗 好 这个是什么呢 提摩泰前书 提摩泰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说 人若直接脱离杯间的事情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和福主用 你不要看器皿 你不要看器皿两个字而已啊 实际上 我看这段圣经啊 我自己看出有三种的器皿啊 对于 你若把自己懂得跟世界分别出来 你就会成为神手中尊贵的器皿 然后 你叫你成为圣洁 你就成为圣洁的器皿 然后第三种器皿是什么呢 是神合用的器皿 请问 牧师一定是圣洁的器皿吗 不是 也不要这样讲 不一定 不一定 牧师是何用的器皿吗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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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讲不一定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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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 才进入神学院 才一个学期 两个学期 就叫做张传道 立刻尊贵 那是何用吗 不一定 圣洁吗 不一定 那是后来的功夫啊 求主保险做该 我要这样讲 不然我讲你的话 你都不佩服了 是吗 好像以为我们牧师是非常神圣的人 其实我们跟你一样 我们跟你跟以利亚都是同样入圣的人 跟摩西大卫一样是有入圣的人 都要在神面前成为圣洁 Next Please 我们求主恩待 这个呢 好 大家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 读完他 还没有完啊 你没那么快啊 一二三 请读 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心 为了是要更新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的罪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免得我走 遗到我走 遗到我走 神的道路 Next 这个是要清静神 你不要远离神啊 这里的经文是说 神叫我们 人不是要我们沾染无味的 要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这后面的话是非常重要 他说那曲绝的不是曲绝人 什么曲绝人 是曲绝保罗 保罗是传神真理传信息的人 你曲绝神讲的话 你就曲绝那个传讲信息的保罗 那是曲绝 那是圣灵 给你们的神 你也是曲绝神 你也是 曲绝了圣灵 应该少了经文啊 都来都去都不算 应该是 少了经文 认识好 在这里你可以看见曲绝是说 排斥他看不起了 或者是远远离他 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假如你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会产生很大的亏损出来 你会产生很大的亏损出来 我们来看一个图 来看一个图 Next 你看到吗 我们常常讲罪是什么呢 罪就是设不中地 是吗 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啊 我们常常 不能够照神所喜悦的旨意去对准他 这个叫做什么 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罪了 罪是什么呢 哈马帖的意思呢 就是不中地啊 比如中红星啊 还有不打中红星 这个叫做罪 或者是达不到神的标准 在神的这个教训来讲呢 没有照到神所喜悦的旨意去行 你就是达不到这个标准 假如是这样的话 你就犯罪了 但是我现在要 请大家知道 神做这样的东西出来啊 是整天叫你达不到标准吗 还有在你的心中你会想 哇 某一个人的标准是容易啊 神的标准很难达到的 是不是 还没啊 是不是啊 你的心中有没有这样的意念啊 有的举手啊 不才怕啊 我已经举了 完了 是吗 搞来搞去怎么达到神的标准呢 好像很难哦 我一生都不知道射过多少次中红星 好像从来很难中红星啊 好 到底怎样 因为这个很臭香啊 很臭香啊 好 我们说 现在 先来看看什么叫做 没有大道神所喜悦的事情 next please 好 大家读这个诗啊 不中的的事情啊 就是没有中红星的就是对行了 你看看 读慢一点啊 读慢一点 一二三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无畏邪当 拜偶像邪书仇恨竞争 恥恨恨恨恨 恼恶恨 恨恨恨 恨恨恨 乎恨 恨恨 恨恨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的事 并不能承受神的国 神国美好的事情 你承受不到 还有这边世纪上是讲情欲的事情 还没有完 保罗在哥罗西书在讲 请大家再读 邪情恶恶欲贪婪无语 说犯毁吧 现在具体一点吗 知道什么叫做不中底吗 知道 我看你们当中有很多人 我是要讲 你们当中有很多人 已经没有射这样的箭了 是不是 我说你们当中很多人 已经没有射这样的箭了 是不是 OK 什么是中底的事情 下一题 一起来读 圣灵所见的国者就是 忍爱喜乐和平忍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圣结谦虚 饶恶恶 具体吗 懂得怎么射得中 我再来讲这句话 我看你们当中有很多人 已经射了很多这种箭了 是吗 对 这样就比较快乐一点 但是还是很抽象的 有一个功夫呢 你要远避迎行成为圣监 有一个功夫你要做的 我现在要我们的主席 帮我做这个示范 主席在哪里 我感恩 好 这个讲完了差不多就完了 大家放心 这个是 这个是红星 是吗 这个是红星 好我要问了我们的主席啊 你在你的座位那边可以射中这个红星吗 假如你手中有箭的话 你射得中吗 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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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mic没有开没有中的啊 有啊 停停不要再走靠近啊 哦 站那边也可以了 就站那边 OK 好了 OK 那么你 你 你能不能够 射得中啊 站那边 射不动 射不动 也是很难啊 因为 因为他有年纪了 还有远师啊 近师啊 我得搞不搞 OK OK 好 请你请你走近一点 走近一点 走近一点 戴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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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近一点 那你在那边可以射得中吗 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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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点怕 有点怕 怕 怕 怕射就不射了 是 好 要好多个牧师才可以 够你射完 请你再走近一点 那边可以吗 要有把握一点 要有把握一点 再走近一点 这边 这边呢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好 你再走近一点 走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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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站这边 请你用你的手指射 现在射中了没有啊 射中了 有把握吗 有 关着眼睛也可以射 我关着眼睛啊 这很厉害了 这很厉害了 那我要问你了 为什么你会 可以这么容易射中呢 因为很靠近 没有麦 因为很靠近 因为很靠近 大家一起讲 因为很靠近 因为很靠近 靠近神啊 是吗 是 假如远一点呢 远一点 远一点 也是可以啦 这么厉害啊 100%啊 95 95 再远一点呢 80 回来 靠近 再靠近 再用你的手指 读 中吗 100%啊 100%啊 OK 好 请回 请回 你哪做麦 我还要问你的 啊 我要问你的是 神有没有给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完全做不到的 没有 他有没有哪一个红心远远的叫你射啊 没有 他要讲的 他就使你一定能够做到的 他一定有一个道路使你做到的 请问 请问 你离开神 你越会犯淫乱 犯那些邪行 犯各种的罪恶 因为你离开神 你设不中神所要的圣灵的果子 你越靠近神 圣灵的果子跟生命的果子 许多荣耀的果子 光明的果子 圣洁的果子 都从你里面被神建立出来 因为你靠近主 靠近主 但是我要再问你 难道 靠近主 是为了你避免 这个淫乱 成为圣洁而已吗 我问主席 你忧愁的时候 你靠近神有用吗 有 你惧怕的时候 你靠近神有用吗 有 没有 你忧愁的时候 你远离神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胜过你的忧愁 没有 你惧怕的时候 远离神 你有办法胜过你的 惧怕吗 没有 没有 这个是告诉你 你要胜过的 不只是肉体 假如你不能摇书人 甚至行出苦度 但是你越靠近神的时候 这些都可以消除 但是为什么继续会存在说 苦度苦度 不能够老实 不能老实 因为请你看看你跟神的距离 你的人可能跟神没有距离 但是你的心离开很远 这是圣经讲的 不是我讲的 求主在这段时间里面帮助我们 那你怎样能够亲近神 这里简单的跟大家提一下 你们保时教会整天教你亲近神 应该教的具体一点 第一 你每天跟神谈话 每天读神的话 不是谈神的话 写错了 每天读神的话 心中多多常有神的话 好不好啊 这样 要不要这样做啊 这样做会种地吗 种地啊 亲近神吗 第二 每天有灵修时间亲近神 每天有灵修时间亲近神 没有灵修神时间的人 你面对着神这个真理呢 你会很羞愧啊 羞愧有没有用啊 有的 因为圣灵告诉你你要羞愧 圣灵感动 圣灵准备你 假如你完全麻木的话 反而更惨 每天有灵修时间亲近神 从15分钟到20分钟 到30分钟 这个是对 普通基督徒讲的 能够有15分钟都好了 假如自己没有什么几率的话 可以用一本很好的灵修的日记 灵修的日程 这一类来帮助你 里面有经文 有祷告 还有比喻见证 还有第三 操练WJD What will Jesus do? 意思说 在我的工作 在我的家庭 在我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 WJD 耶稣基督 假如换过我在场的情况之下 他会怎样做 这个叫你进入你的职场 进入人际关系 进入你的财务 进入你的生活 高高低低的时候 操练WJD What will Jesus do? 这个叫清静神 这个是简单的 假如教会要教你们更多清静神的 应该可以有更多的资料来教 OK 我们来看一下江秀琴牧师 讲这个清静神这段 大家读了 我们就完了 next please 江秀琴牧师 OK 读慢一点 这些假如你听完了到 要把它放进你自己的手机 你就跟教会拿了 这是祷告来的 这是一个说明来的 来一起读慢一点 一二三 你清静神 神不清静你 当神清静你的时候 祂会不断的把你身上属地的心情拿掉 拿掉那属地的摧热心格 属地的搅拢 属地的怀疑不幸 把属天的刚强勇敢 和属天的爱火放在你里面 等候神 没有一分钟是突然的 如果你要让神把属天的生命 做在你身上 只要来到祂面前 给祂时间 给祂机会做工在你身上 神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靠近神 清静神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气 但很多人放弃这权力 捨去这个生命的权源 这也是很多基督百姓落入贫穷的便利 请大家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每个人自己做这个祷告 作为今天的讲道的结束 好 每个人一起来祷告 一起做这个祷告 一二三 亲爱的父神 我承认在我身中有不同的时段 我曾经完全没有能力抵挡敌人 而在不同的情况下选择了犯罪 没有认罪抗拒失贪 以致我的身心灵都犯了罪 因此我得罪了你 我祈求你怀恕我 你说我若认自己的罪 你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的罪 洗尽我一切 你所带来的罪恶感 羞辱感 而无畏感 我感谢你 我如今宣告你一切 和这些罪相关的享乐和作为 求你处尽我一切 以这些罪相关的记忆 医治我的伤痛 并且饶恕我 求你让脱水流过我的灵魂 使我能感到我里面已经被你结界 从今天开始 我选择在你的圣洁无瑕之中 让你成为我身体和人生的主宰 主耶稣 请你在我身上掌权 帮助我脱离这些属地的魂绑 残累和情感上不尽全的依附 我愿意敞开自己 欢迎你的灵 丰丰富富的充满我的情感 心思意念和身体 吸引我时时刻刻到你面前 来更多的清净 圣灵求你充满我 再充满我 改变我属灵的口味 持续我对神的科目 带我进入神和子的尊贵与致命中 我愿在圣灵的答案之下 让圣灵中每一方面都选择顺服你圣洁的话语 求圣灵帮助我走在神的子宇宙 以顺服圣灵的引导 大声一点 奉主的名宣告 靠着主的灵 靠着主的同在 我要直接脱离被见的事情 成为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剑和服主要 预备行个人的善事 圣到见主面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我们请唱一首诗歌 教委给今天的主戏 好 耶稣死于 《文里》 《文里》 最为追求着 《文里》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